约翰一书 第一章 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原与父同在 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 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 便是以神为说谎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第二章 我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 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亲爱的弟兄啊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 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再者 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耀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并没有半爹的缘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小子们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 借着主民得了赦免 父老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 我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 小子们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父老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小子们啊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写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论道你们 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啊 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 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当他来的时候 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 都是 第三章 你看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是人所以不认识我们 是因为曾认识他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显明 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凡像他有这指望的 就竭尽自己 像他竭尽一样 凡犯罪的 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你们知道主曾显现 是要除掉人的罪 在他并没有罪 凡住在他里面的 就不犯罪 凡犯罪的 是未曾看见他 也未曾认识他 小子们啊 不要被人诱惑 行义的才是义人 正如主是义的一样 犯罪的事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凡从神生的 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从此就显出 谁是神的儿女 谁是魔鬼的儿女 凡不行义的 就不属神 不爱弟兄的 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就是你们 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不可像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 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弟兄们 世人若恨你们 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 出死入生了 没有爱心的人 住在死中 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 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 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 却塞住连续的心 爱神的心 只能存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属真理的 并且我们的心 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 神比我们的心大 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 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 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从他得着 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行他所喜悦的事 神的命令 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遵守神命令的 就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所以知道 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事 第四章 亲爱的弟兄啊 一切的灵 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 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 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凡灵认耶稣基督 是成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的 从此 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 凡灵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 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小子们啊 你们是属神的 并且圣了他们 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他们是属世界的 所以认世界的事 世人也听从他们 我们是属神的 认识神的 就听从我们 不属神的 就不听从我们 从此 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 和妙望的灵来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拆他独生子 到世间来 使我们借着他得生 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 不是我们爱神 乃是神爱我们 拆他的儿子 为我们的罪 做了挽回祭 这就是爱了 亲爱的弟兄啊 神既是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 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 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了 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 从此就知道 我们是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父 差子 做世人的救主 这是我们所看见 且做见证的 反认耶稣为神儿子的 神就住在他里面 他也住在神里面 神爱我们的心 我们也知道 也信 神就是爱 住在爱里面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神也住在他里面 这样 爱在我们里面 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 坦然无惧 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 也如何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 在爱里 未得完全 我们爱 因为神仙爱我们 人若说 我爱神 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 也当爱弟兄 这是我们从神 所受的命 第五章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 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 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 是神儿子的吗 这借着水和血 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 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 就是圣灵水与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 是为他儿子做的 信神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不信神的 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资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 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 也是永生 小子们啊 你们要自守 远避 第五章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神而生 凡爱生他之神的 也必爱从神生的 我们若爱神 又遵守他的诫命 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 我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就是爱他了 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神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 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单用水 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来有三 就是圣灵水与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 信神儿子的 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不信神的 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资名的人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 有至于死的罪 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 必不犯罪 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 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 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 且将智慧赐给我们 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 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这是真神也是永生 小子们啊 你们要自守远避 约翰二书 做长老的 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 遵循尊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太太啊 我现在劝你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 就是这命令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 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你那蒙检选之姐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 约翰三书 做长老的 写信给亲爱的该由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亲爱的兄弟呀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盛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亲爱的兄弟呀 凡你像做克里之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 帮助他们往前行 这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对于外邦人 一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 好为首的丢特费 不接待我们 所以我若去 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足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 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 赶出教会 亲爱的兄弟呀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地米丢行善 有众人给他做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 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 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但盼望快快地见你 我们就当面谈论 愿你平安 众位朋友都问你安 请你替我按着姓名 问众位朋友